川普枪劫案美国当局全力调查 但最新传闻禁止出 20岁的刺客克鲁克斯不仅有共犯 还藏身在距离川普最近的人群中 照片上可以看到川普幼儿被击中瞬间 将他后方占满支持者 其中川普左侧证明穿着白色无袖衣服 戴着墨镜的女子被网友起底 与美国FBI探员迪古塞比外貌十分相似 甚至还有姚云指出 克鲁克斯执行暗杀行动前 该名女子疑似点头表示同意 谣言会声会影 不过BBC调查记者在网络上辟谣 澄清两名女子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跟FBI没有任何关系 调查显示 克鲁克斯曾在案发早上花了70分钟的时间 勘察地形 之后返回家中带走AR-15半自动步枪 购买子弹后返回集会现场 特勤局在接近下午5点50分左右 接获可疑分子通报 两组反狙击小队瞄准刺客 下午6点11分击毙枪手 美国媒体报道 克鲁克斯最后一次手机搜寻记录 竟然是为了色情内容 未发现任何犯罪动机 川普遇刺未遂案 侦办进展缓慢 也让网络上声传FBI 协助暗杀川普的阴谋论 盛销陈上 再来新闻新闻报道